關心一下台南市議會了 因為已經連續三天都爆發衝突場面 在昨天中午又在審預算的時候 就為了刪除預算引爆了藍綠議員之間的衝突 當中還有女議員在勸架的時候 直接被推倒後腦倒地 然后现在骂完 讲了一些不理性的言論 如果这种事情传到国际上以后 民进党议员朱正宣局新时 公然点名卢坤福的不理性行为 卢坤福听不下去 上前抢麦克风 建苗头不对 主席宣布休息五分钟 但战火却持续延烧 你为什么要抢人家麦克风 你为什么抢人家麦克风 你可以按灯你在干什么 不理性言论又不理性 个人行为演变成懒绿冲突 王家珍 李宗霖 你演我一句谁也不让 其他议员上前想拉开两个人 却爆发推击冲突 不要打女生 不要打女生 一群人围成一团 你推我继 导致林美燕议员倒地 有人发现赶紧把他扶起来 现场炒得火热 还有人没有发现有议员受伤 谈谈市议会下午审查农业局预算 在省里大陆地区旅费 和国外旅费三笔预算时 扯到了228白色恐怖 蓝绿再度杠上 国民党籍议员李美燕 受到了波及倒地 手扶着头 被搀扶到位子上坐着休息 比较下街的 也被前面挤压 然后就倒下 那头部稍微有点撞伤 从6号的会选事件 到7号的预算审查 到今天连续三天 谈谈市议会都出现火爆画面 未来预算审查 可能还会更热闹 记者杨文华谈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